啊这个也不好啊是个坏消息 孟马新闻这个孟马他为什么叫孟马新闻 报道12月1日就是世界艾滋病日啊 哦他是转转的澎湃新闻的 2023年是记者跟踪报道艾滋病夫妇的第19个年头了 1995年小雪由于泡肤产大出血 在医院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他本人呢也毫不察觉 直到十年后再度怀孕时被告知感染 随后检查其丈夫其也被感染了 2005年11月24日 他的儿子通过了HIV母婴阻断治疗 是顺利顺残 啊一个悲剧 这个怎么能可以尽量的这个降低这个悲剧呢 一方面呢我们得要这个嗯 对这个东西啊进行批判 那啊要求医院的担责 一方面呢 嗯 也要靠自己啊 自觉自省啊 自我呢 有这个啊 认知啊 只靠外部恐怕就完了 是吧 嗯 我们就这个 被挖了坑 我们还不清楚 是吧 那要靠外部呢 要获得多方面的这个 知道是吧 比方说这个谈到这个医院和艾滋病的关系 就是医院 血液 艾滋病 这三者关系 啊 那我所想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就知道就叫高洁的一个人 我看这个高洁现在能不能收得到啊 啊 嗯 如果能可以获得到 也许对大家有帮助 避免什么问题呢 避免现在大家就说到了一个事 啊 这个第一页没有 我看啊 这个医生 贴两个关键词 医生有吗 哎呀 医生还是没有他 我再把艾滋病放上 是吧 把艾滋病再放上看看 啊 哦 高药剂 我记错了 啊 曾被这个提名 诺贝尔和平奖 多厉害 啊 有人去看他的 他现在在 叫做 啊 这里有一个标题 我读一下啊 因艾滋病流亡海外 十一年 众叛亲离 为何却成为了英雄 啊 这个我也不多说了 是吧 避免自己成为什么呢 因为前段时间 就是前这几天热议的一个东西 就是河南的那对夫妇 啊 买了这个十八县厂厂厂厂的一个小青年 买在省城郑州买了一个 嗯 辣尾楼 梦破了 而且还爱打爱骂 啊 然后就说回家了啊 那在这时候 大家批判什么 批评他什么呢 本来他是个受害者 还批评他干什么呢 我也觉得我也不同意批评他 但是他们挖出来他的以前的这个心理路程 似乎说他呢 太正能量 有点那个意思吧 我就也别多说了吧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如果 对于艾滋冰这个问题 能有一些个认识 大家应该还是 搜一下这个老太太 众叛亲离的老太太 可能对这个认识可以提高一点 输血要小心啊 高药节 还活着吗 我看看还活着吗 老太太 我觉得老太太可能没有了吧 一定应该 有点心 有点心 最终的 很无想 点心 是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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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把这个人都给忘了 看来呀 最后的报道是2016年 哦 有 哎呀 还是2016年的报道 妈呀 已经消失了 高小姐 没有她的消息啊 都是十多年前的消息啊 哎呀 2022年6月份有一篇她的访问好像是93岁了 一生都在逃难 今年的没找到啊 去年的好像有一个访问 我看啊 这个是谁访问她啊 这是2020年的一篇文章 这不是去年的 抱歉了 太费时间了 抱歉了 不好意思 找不到 谢谢大家